庄宗苏老师主要迎设计广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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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问问我 在身为什么 我们在庄的大型大型大型 尚历史的大型大型大型 我们要讲中用的进程 先来说要入二十两座书出一厨师 这是有一个人来 因为对这个济宅看尽量 要注意的生命 想我们都一直打拼贪金 但是我们贪金 如果贪有土地的 是没有贪金 有时候贪金了 贪金了 对我们没有利益 还是对不适合的钱 你就不要贪金 所以这是庄宗给他积析的一首詩 我们来看这首詩 二十两庄宗苏西云 姓名依宅何为贵 出肝难得两上转 贫中出禄心情送 欲中无名合口官 他就跟他说 如果把他支持 也跟他顺势 说我们的生命和资财 哪一方面比较重要 他就说哪一方面比较重要 这个生命和资财 这两方面 没有办法说两方面都得到 第一位就正是有杂财 如果没有的话 你说要身体好 要探紧资财 这是很困难的 这是很困难的 所以你说 现在生命和资财 这两方面没有办法说 两方面都借财 都借财 所以他就叫他 如果安平六中 安平六都 来出我们快乐的心 你的精神就会很爽快 意思就是 身体更好 资财 不用很重要 不然三个地方 如果有空吃 有空清就好了 你想说 安平六都 他就有法度生性 所以你说不必说 一定 对这个资财 一直迷入 你今天用这个资财 你就没办法 开地财 如果这样你就太苦了 你就太苦了 很多人都这样 已经不利 就不利 你今天要财 你今天要财 你要做现实 你一直打拼 要财钱 有的人财钱财 还会财 你的环境 你如果不财 你怎么财 就不财 所以我们可以说 要顺基资联 有福就有福 如果有空吃 有空清就好 这是李孙阳祖师 在看一个 一个受盈人 这我不能说明 这样 有待咱人的心中 万九合意 担多是不担钱 先是公帝母 先是公帝的坚本